特朗普又想借美国农民来指责中国,遭农民打脸,不想失去中国市场。 特朗普又想借美国农民来指责中国。 中美贸易战震撼之际,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想借美国农民指责中国。 特朗普周三,7月25日,在推特发文称,中国知道我深爱和尊重我们的农民。他表示,如今美国农民因中国遭受不小的损失。 针对此事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,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买家。 多年来,中美农业合作不断扩大,日益深化,让双方互利共赢。 2017年6月,中美双方就美国牛肉抒华问题达成协议。 2018年5月,中美团队曾在美国就经贸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,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。 他说,这些协议本来都可以顺理实施,但令人遗憾的是,事态的发展并非像人们期待那样。 目前的局面,完全是美方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,言而无信,初而反而,执意挑起对华贸易战造成的。 美国农民正在为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行为买单。美国农民,不想失去中国市场。 特朗普政府周二,7月24日,宣布拨款120亿美元,约合817亿元人民币,向贸易战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美国农业产区发放援助。 这被认为是贸易战已对美国经济造成实际冲击的明确信号。 美国农业部长破度指出,美国农民的损失显示贸易战已快冲击美国经济。 受影响农民也表示,若有选择,他们宁可不要政府发放援助,也不愿失去已经建立的市场。 美国农民沃克表示,他比较担心贸易战所引发的较长期负面影响,这个援助配套确实稍微浅清了我肩上的负担。 但它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吗?我不想失去我们已建立起来的市场。 据芝加哥论坛网报道,伊利诺州斗农基夫纳认为,虽然获得政府救助,但是他们依然担心失去最大的市场——中国。 短期内,援助配套会受到农民们的欢迎,但从长远来看,这并不是农民想要的。 自古以来,有关月亮的传说真不少,登上月球更曾经为梦想,美国人抢先登上了月球,踏出重要的一步,如今我们正在也要研究登月问题了。 中国将登月项目称为,嫦娥工程,自本世纪开始实施,2007年,嫦娥一号实施绕月任务,随后嫦娥二号进行了月球表面测绘。 2013年12月14日,嫦娥三号成功驻陆月球,放出了玉兔号月球车球。 这也许是美国怎么也没有想到,美国拒绝中国参与国际航天合作,却没能阻止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。 目前的中国航天的嫦娥计划进展顺利,马上将实施的项目为,嫦娥五号,如今我们取得突破马上要登上月球,并将把采集到的月球样品送回地球。 一旦成功,那么将成世界第二个能带回战略矿藏的国家,所谓战略矿藏可不止一种,除了经常提及的亥三外,环游,土,个,镍,稀土等,那是一个宝库。 目前嫦娥五号为全球仅有一个探月项目,其他国家要么没计划,要么有心无力,自然相当引人注目。 俄罗斯已表达过与中国在登月项目上合作之心,可惜嫦娥五号已经整装待发了,只能让俄方等下次了。 至于其他国家有兴趣,也不好意思开口了,以前处处防备中国,现在怎么开口呢? 嫦娥五号已完成了制造与测试工作,只是核实发射的问题,对于其成功,我们相当有信心的。 自本世纪以来,中国航天大发展,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。 仅在嫦娥工程中,执行月球探测任务的玉兔号月球车就创造了服役两年八个月的记录,可见中国技术质进步。 如此情况之下,西方已试图误导我们的行动,鼓动中国研究探测火星的问题,说什么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火星探测能力的国家,也初步拥有了深空探测的能力,可惜动摇不了中国的行动。 中国对火星探测的兴趣确实不小,但是一样明白其难度之所在,没有相当的把握就推动火星探测不明智,不如先解决了登月问题。 中国航天从没有好高务员,一直追求稳扎稳打,先解决登月的问题,再寻求更深层次的探索。 简单一点说,量力而行。这才是中国的成功之道,也是西方屡次图谋失败之根源。 16日,澳洲新日报网站发表一篇题为,中国梦将为我们带来百亿澳元机遇的报道,以中国游客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刺激为例,呈现中国梦为其经济增长带来广阔前景。 同时,文章表示,澳大利亚国民心理应进行适度调整,接受不断增加的中国制造和中国游客逐渐富裕的现实。 来自澳洲新日报网站截图。 文章称,中国观察家认为习主席会重申他的中国梦运景,向数亿中国人承诺,他们正在拥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展现出的消费能力。 而中国人富裕带来的很大一个结果,就是对航空旅行和海外旅游的需求,就像数十年前的西方人一样,这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。 据澳大利亚旅游局统计,上亿财年中国有1.2亿人次去海外旅游,来澳大利亚的占了近百分之一,为澳经济贡献了400亿美元的收入,大约是矿产和能源行业总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。 在期财价格和商品出口量前景迷茫的情况下,旅游业反而迎来了强劲的增长。 文章引用日经亚洲观察周一的报道称,中国领导层希望在2035年前,将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2015年的8100美元,提高到与意大利相当的3万美元水平。 这将使更多中国人有出国旅游的机会,人数可能多达数亿。 去年,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比例约为十分之一,澳大利亚是三分之一,因此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比例翻三倍并不难想象。